十 圣经是如何教导非信徒的 圣经教导说 神通过自然 人的良知 耶稣和他的教会向我们显现了他自己 因此 在认识神这件事上 无可推诿 每个人都要为他所得到的启示而负责 如果 一个人持续拒绝神的启示 那么就无法保证 他会得到更多的启示 如果 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 从未相信过耶稣 圣经里说他 就会 永远与神隔绝 神向所有人类的显现 神通过大自然 把他自己显现给人类 大自然 证明了神的存在 如果 我们一直寻求神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他 罗马书 一章二十节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生 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 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 无可推诿 罗马书 一章二十节 生命纪 四章二十九节 但 你们在那里 必寻求 耶和华 你的神 你尽心尽性 寻求他的时候 就必寻见 生命纪 四章二十九节 神给了人 一颗良心 他揭示出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神的律法 刻在人的心里 他知道 有神存在的原因 因为神将永生 安置在他的心里 罗马书 二章十五节 这是显出 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 非之心童 做见证 并且 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罗马书 二章十五节 传道书 三章十一节 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 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 神从 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传道书 三章十一节 神 差遣耶稣降世 使我们 与他和好 然后 命令我们 做基督的使者 又将 劝人 与他 和好的职份 赐给我们 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八节 一切 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 基督 使我们 与他和好 又将 劝人 与他和好的职份 赐给我们 十九 这就是 神在基督里 叫世人 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 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 将这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我们 所以 二十 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 神 借我们 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 求你们 与神和好 二十一 神使呢 无罪的 替我们 成为罪 好叫 我们 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哥林多后书 五章 二十一节 人类拒绝了 神的启示 从最起初的第一个人 亚当 到现代人 我们都选择了得罪神 我们拒绝了 他和 他对我们的启示 人类决定了去敬拜创造物 而不是他们的创造者 所以 神就 任凭他们 存邪癖的心 他 导致了 应当 处死的邪恶行为 罗马书 一章 二十一节 因为 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 不当作神 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 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 就昏暗了 二十二 自称为 聪明 反成了淤浊 二十三 将不能 朽坏之 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 必朽坏的 人和非禽 走兽 昆虫的是样式 二十四 所以 神 任凭他们 惩着心里的情欲 行污秽的事 以致彼此 玷污自己的身体 二十五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为虚黄 去敬拜 侍奉 受造之物 不敬奉 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二十六 因此 神任凭他们 放纵 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 把顺性的 用处 变为 逆性的用处 二十七 男人 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 顺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男和男 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 受着妄为 当得 当得的报应 二十六 他们既然 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 任凭他们 存 邪癖的心 行那些 不合理的事 二十九 装满了各样 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心事 嫉妒 凶杀 争敬 诡诈 毒恨 三十 又是忏悔的 背后说人的 怨恨神的 污漫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三十一 无知的 被约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三十二 他们虽知道神 判定这样事的人 是当死的 然而 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罗马书 一章三十二节 虽然 人拒绝了神 神却 仍然爱着人 并且 想要救赎他 他拆遣了耶稣 拯救他们 在救赎 当死的人 这件事上 耶稣是唯一的方法 所以 还没相信 耶稣的人 在过 罪已经定了的生活 人类是有罪的 不公义的 骄傲和被诅咒的 人类的行为是恶的 并且 他不要他们被曝光 所以 他们拒绝耶稣 约翰福音 三章十九节 光来到世间 世人 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到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 就是在此 二十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 受责备 二十一 但行真理的 必来救光 要显明 他们所行的是 靠神而行 约翰福音 三章二十一节 因为人类 不信子的人 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 藏在他身上 约翰福音 三章三十六节 彼得后书 三章九节 彼得后书 三章九节 主所应许的 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 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理解 所有这一切 意味着什么 人类被罪 如此的摧残 以至于 我们不能寻求神 但他却寻求我们 他通过他儿子 耶稣 做成了这件事 如果我们相信 他的话 我们就 必能得救 罗马书 三章十一节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创世纪 三章八节 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 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 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 耶和华神的面 九 耶和华神 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十 他说 我在园中 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 我赤身露体 我便藏了 创世纪 三章十节 人类 对于启示 给他的东西 负有责任 神所创造的 和人的良心 足以证实 神的存在 接受这个根本的真理 会引导出 更多 关于神的知识 并且 听到 耶稣的福音 人类 如此的 有罪 如果 神不给他 救赎的机会 神 神还是圣洁的 完美的 和正义的 但是 他的确 给了我们 被拯救的机会 并且 没有立刻 审判我们 而是给了我们 一段 恩典时代 以悔改 和相信 回答难题 如果有人 没有得救 他们会怎样 他们会下地狱 他们会与神的 同在 隔绝 最终 他们会 永远在火湖中 如果 一些人 从未听说过 福音 或者耶稣 他们会怎么样 这个情况 也不会有所改观 他们也要下地狱 已经有足够的光 赐给每一个人 他们可以接受 也可以拒绝 那些接受了他们 有的 会被赐予更多 人死后 有机会得到救恩吗 圣经 没有呈现 给人死后 得救的机会 他们唯一悔改 和相信 耶稣的希望 在他们一生当中 那死去的婴儿 和那些有智障的人 会怎么样呢 圣经没有直接回答 这个问题 但我们知道 神是善良的 和正义的 在这个情形中 好的和正义的事情 会被行使 我们可以在 神做正确的事情上 怀有信心 如果我的家人 已经死了 但不是基督徒 会怎么样 如果他们从来 没有相信耶稣 那么他们会在地狱 这很难被接受 想起来都很困难 他们可能听说过福音 或者他们没有听说过福音 我们永不会知道 他们终其一生 碰到过谁 他们看到过什么 或者听说过什么 但无论怎么说 如果他们在 他们的一生中 没有悔改并相信耶稣 因为他们拒绝了 赐给他们的光 神会审判他们为罪人 并且他们会永远 与神隔绝 为什么神会让人下地狱 他让人下地狱 因为他们犯了罪 罪的代价是死亡 和永远与神隔绝 他们已经犯了罪 神没有义务拯救任何人 拯救他们的唯一方式是 舍掉自己的生命 因为爱他这样做了 所以人们仍然将之拒绝 神让人下地狱 彰显他的正义 因为他担负了罪过的惩罚 你是基督徒 并且在传福音吗 现在是悔改和相信耶稣的时候 现在是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 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就是现在 并且为将来有所准备 马太福音28章19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二十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聊 罗马福 马太福音28章20节 使徒行传 一章8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 一章8节 复习题 神向人类显现的方式有哪些 人类最初是如何拒绝神的 尽管我们拒绝了神 神是如何表明 他对人类爱的 对于不相信耶稣的人 他们会怎么样 你有没有不相信的朋友或家人 你的责任是什么 感谢您没有不相信曾经 信飞 我说 我们不相信 我休息 神是 世界兩分 尽管